我這個花音啊 高低音總是不準 要年齡矯正 年齡 他英文比較好 他是讀墨爾本大學畢業的 澳洲墨爾本大學畢業的 年齡啊 你們這裡還有誰英文比較好 年齡啊 年齡啊 年齡 年齡是 他是碩士啊 博士班的 Master 他現在是Master 也是那個Doctor 年齡上司 他的英文更好 我看差不多吧 因為博士的英文不一定好 有時候啊 有時候英文是看人的 看人啊 那個人很喜歡英文 他的英文就很好 我是以前為什麼英文不好 就是大學的時候作弊 曹小曹 曹小曹 不好意思啊 過去換的錯應該懺悔 這個自心無矮不容易做得到 自心無矮不容易做得到的 沒有障礙 廣大無邊 因為智慧啊 毫無障礙 很圓滿 這裡面包含第一 這一種就叫做會香 不是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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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講的笑話當中 有很多的誤會 就是有一部公公公汽車 公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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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車 那麼有一個年輕人 他坐在這個公車裡面 公車也很滿 上來一個這個孕夫 孕婦 孕婦 就給他示意啊 他說 你沒有看到我肚子這麼大嗎 他跟那個年輕人講 你沒有看到我肚子那麼大嗎 他有孕嘛 不是胖喔 是有孕 那個年輕人就講說 那孩子不是我的啊 那孩子不是我的 便不是講那個孩子是你的啦 是請你讓座啦 他誤會了 他說 你沒有看到我肚子大了嗎 他以為說 那不是我的孩子 這個是 這就是誤會 誤會 我們這裡的智慧 是不是誤會 是沒有障礙 無窮無盡的 這個叫做會相 這個再來呢 第四個就是解脫相 這個跟上面這個有關呢 什麼叫做解脫相呢 你的心呢 完全沒有掛礙 沒有阻礙 這時候的心就是解脫了嘛 你的智慧如果是無礙 就解脫了嘛 你心如果不痛苦 你心如果不痛苦 就解脫了嘛 為什麼心能夠解脫 這個就是開悟的才能夠解脫 沒有到悟盡 沒有到領悟到第一役的時候 他的心呢 是永遠沒有辦法解脫的 他永遠是有那個 Zedus 是會Zedus 有Zedus 就不是解脫 激度了 吃醋了 就不是解脫 你心中完全沒有掛礙 很難 非常的難 但是解脫意裡面就有 所以稱為解脫相 至心無所攀岩 不思善不思惡 自在無愛 民解脫相 這是第一 六主講的第一 第五 是解脫之見相 你有了解脫 解脫的相以外 你要知道啊 你的心啊 既然沒有攀岩善惡 但是呢 也不能行屍走肉啊 沒有攀岩善惡 也不能行屍走肉 要多學 多聞 就學習佛法 你這個時候才能夠認識本心的第一 達到諸佛的真理 達到諸佛的真理 何光皆無 能夠跟佛一樣 無我無人 直至菩提啊 真性不易 你自己的原來清淨的佛性 從來沒有改變 這個時候就叫做 解脫之見相